今次涉案的司機因為只是載客而完全沒有載貨 所以明顯是違法而被捕 乘客有帶自己買的東西上車 又算不算是有貨呢?會違法呢? 我們問過警方及律師 基本上如果真是運貨的話 貨主是可以跟上車 關鍵是,究竟跟乘客一起運上車的 是否真是貨呢? 例如你帶過行李行李箱去機場 裏面全部都是私人物品 執法人員就可能有合理的懷疑去展開調查 最終是否違法就由法庭去判決 現時輕營貨車的用途是受到道路交通條例規管 52條列明 任何人不得駕駛或使用汽車 作出租或取籌載客的用途 除非那輛車是獲發公共巴士、公共小巴、私家巴士或的士牌照 否則則能透過載貨來取籌路 但如果有乘客帶同物品上車 那件物品又算不算是貨 輕營貨車司機可不可以免責呢? 例如物品是兩包茶葉 一袋兩包茶葉 這是一個好問題 但貨物就是還貨物 行李行李箱又算不算呢? 你是行李行李行李就不是貨物 警方說如果真的運貨 貨主也可以跟上車 當你租用了那些貨車的話 那家貨有它可以自行李箱 貨用的叫貨物 好容易理解合不合情理 譬如你只有兩件行李 或一件手提就說 我一定要用客貨車的 這就有個問題 有的士業界代表說 留意到越來越多的輕型貨車 以手機應用程式來兜生意 擔心有司機非法載客 搶走的士的生意 如果按照的士 葵衝去尖沙咀 起碼要70至80元 但它現在是55元 那就比我們的的士便宜很多 再加上如果你說你有比較大的行李 那它就更加地方大 光野又不用收錢 他促請警方加強巡查打擊 除了輕型貨車 現在是用手機程式去找客 現在不少提供折扣的士 都有用手機程式 令到的士業是相當頭痛 黎明雄說已經去信政府 下星期會和當局去談對策 謝謝